比亚迪海豹我相信有在看我们频道的观众们都不会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海豹这款车是目前你在比亚迪里面能够买到底盘技术最好的一款车 来自这个比亚迪自家的E3.0的电车平台 这个车在中国争议很大 因为人们常常会拿它来和这个Tesla的Model Tree来做比较 但是海豹却比Model Tree便宜 我们预计它在马来西亚的售价应该会从这个260千起跳 它在中国被分为标准续航板 长续航板 还有这个市区的性能版本这三个版本 你们可以参考以下的这个价钱图表 260千你应该买到的就是这个标准续航的版本 有着201HP 310Nm的动力输出 最高规格的是这个市区的性能板 前后供双电机布局 可以输出最大马力表现为522HP 峰值扭力表现670Nm 另外标准续航板搭载的是61.4kW的电池 长续航板和市区性能板就有着82.5kW的电池组 长续航版本原厂就宣称可以实现最远700km的续航 所以这个续航的表现都还是比Model Tree更好的 特别要提的就是这个比亚迪引以为傲的刀片电池技术 Tesla Model Y也是在用着这个比亚迪的电池 这个刀片电池的优点就是安全 充电又快又稳定 通过最大150kW充电的功率 30分钟就可以将电池从30%充至80% 除了动力和续航更出色之外 在车身的尺码上也大于Model Tree不少 这里你可以透过这个图表 对比一下他们两者之间的车身尺码 海洋系列的设计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个流线型的设计 不只好看而且还可以做到0.219cd的风阻系数 同时还有目前最流行的贯穿式尾灯 现在只要有贯穿式尾灯就赢了的了 内饰可以看到有这个10.25寸的全一金一标 还有这个15.6寸的主机系统 来到Malaysia应该会换成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毕竟在马来西亚最实用的还是这两个操作系统 而且这个主机屏幕还是可以旋转的哦 然后还有这个WHUD的抬头显示器 另外还有这个全景天窗 还可以自动根据光线来调整这个透明度 配备是真的是很顶啊 它未来来到大马的市场 预计售价可能会从260千起 因为摩托区还没有正式在大马上市的原因 所以它在我国的竞争对手 直接就是对标这个BMW i4 而且这款车目前的售价是389千起 因此如果售价真的是从260千起的话 将为它带来很强的一个竞争力 总结来讲 Malitia的电车市场还没有像中国那里竞争那么大 所以当这款车来到大马的时候 可以说是毫无对手 给好给满的舒适配置 还有强劲的动力 还有700公里的续航里程 这辆车来到肯定会掀起一波热议 不知道你对这辆BRD海豹有什么看法 不妨留言一起讨论讨论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分享 订阅 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次再见 bye